仙女虾是虾吗?存活量一年比恐龙岁数还大,为何被严令禁止食用呢? Hello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这里是奇物纪栏目,我是纪哥 在大家的海鲜美食菜单里面,像龙虾,皮皮虾,鲍鱼等这些美食肯定会被裂进去 因为一般人都会被他们的味道所诱惑 今天纪哥要讲的主角也是虾,甚至在乡下都可以看见 但是大家千万别想着饱餐一顿,因为这种虾并不能够吃 下面就跟随视频让纪哥好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角仙女虾 仙女虾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纪哥便会很好奇 她到底是哪方面那么仙?仙道大家都这样叫她呢? 那就要从她的外貌和泳姿说起了 其实仙女虾就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 或许大家平时都见过,只是没去具体了解过 所以不能对坐入耗 在农村的水田里就大量存在 她有着一双黑色眼睛,身体有些呈褐色,有些呈浅黄色 甚至有些是浅绿色 她的尾巴和鲸鱼类似,是有分叉的且都是红色的 腹部的租达到十几对去 此外她的泳姿也很优美,并且很擅长洋泳 游泳师百来百去,从远处看就像是美人鱼一样美丽 通过这段描述系一个想想都觉得好漂亮 同时觉得称呼她为仙女一点都不为过 别看她的名字听上去很傲娇 但是却已经在这个地球上存活了两亿年 两亿年是什么概念,这可和恐龙一个年代的生物了 因此很多科学家都觉得她有巨大的研究价值 而首先发现仙女虾的足迹是在美国爱达河州的国民基地 而在中国首先出现仙女虾是在成都路边的水坑里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郑州贾鲁河畔,新疆阿尔泰水潭中 农田的水稻里等地方都发现了她的身影 但是由于她生活在野外且体型比较娇小 人们想捕捉她的难度非常大 加上得很仔细才能够发现她的存在 因此在国内关于她的记载是少之又少 也许人们会问为什么她们能够生存那么久呢 甚至说她为生物界的老古董都不过分 基哥只能说因为她生存能力实在是太出色了 大家都知道大部分的生物都离不开水 你把一条鱼放进没有水的地方 估计没过几个小时应该就差不多要死掉了 但是仙女虾并不是这样 适应各种环境的能力无敌的强 无论是在没有水的湖 无论是高温的热天 还是寒风刺骨的冷天 她都能够接着生存 好像世界的一切都影响不到她一样 更可怕的是一旦遇到下雨的天气 她们的卵竟然会自己开始卵化了 这是她们又可以重新获得新生 那是因为她们的卵有着特殊的结构 甚至还被无良的商家虎视眈眈 据了解市面上一个卵就要一万元 虽然仙女虾的生存能力比较强 但是由于自身特别的构造 她的生命非常的短暂 往往只有两三个月 这就有点比较可惜了 那为什么这种龙虾却不能吃呢 那是因为相关的实验表明 这种虾还真是吃不了 据记过所知 曾经有人做过这样的实验 她们把仙女虾的卵放到煮开的100度热水中 当热水冷下来的时候 神奇的事就这样发生了 她竟然没有被热水烫死 接下来更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她卵竟然卵化了 这让做实验的人目瞪口呆 同样也让几个感到难以置信 不过同时也说明了 仙女虾根本就不怕热水 那既然她都不怕被煮 那么我们想吃也吃不下 这对爱好美食的人内心 未免充满着遗憾 不懂大家看完这个视频后 对这个生物有什么好奇的地方呢 欢迎大家光临评论区 发表自己的意见哦 感谢观看